完兵吻 過台灣 台灣中國 親兵一道 要讓他知道台灣人民的憤怒 讓他們知道說台灣人民已經人無可忍 當然你有心情 但是你心情你就違反嘛 你共産黨的啊 我知道我台灣人跟你共産黨 本來是敵對的共産 台灣中國一邊這國很明顯 為什麼我就要你立委 你做一個市政府為什麼你違反 明明是為共産黨建導才可以 你警察準一年 你支付準一年 我台灣人 我不愛準一年 你做台灣地道 本來台灣中國一邊這國 分界線非常清楚 為什麼你故意要來挑釁 當然挑釁台灣人要拿去團結 本喔 要來團隊做台灣的理念 要把它宣導出來 執行 執行阿扁的理念嘛 阿扁的理念就跟我們說一文 就跟我們一邊一邊嘛 所以如果在台灣中國這有關的 我們邊緣都會來 所以大家說言論自由 我覺得太過分了 如果說言論自由應該是相對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中國發 中華民國 發台灣獨立萬歲 我就說言論自由 如果你可以跟我們求而已 我們不能相對那邊的喔 去暗房中華英國死亡就不敢說 這樣才有言論自由啦 我就是覺得這基本就是 親門頭 利用我們的民主 民主 我們的法治 我們的自由 在跟我們造成 這過分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執政者 應用言論自由這個東西